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全国政协委员朱军和徐佩东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海内外亿万中华儿女在除夕之夜 收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早已成为了一种风俗 2010年2月13号晚上8点 在欢乐的乐曲声中 万众瞩目的春节联欢晚会又拉开了序幕 主持人朱军再次登上这个绚丽的舞台 这已经是他自1997年第一次主持春晚以来 第14次站在了这个舞台上 中国中央电视台 中国中央电视台 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春节好 在这中华民族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 即将来临之时 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朱军是幸福的 但这份幸福的背后包含了多少心酸和泪水 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1993年 还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当家主持的朱军 应中央电视台导演高利民的邀请 到中央电视台参观 出道北京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回去以后心就割不下了 就觉得好像是一条小鱼 慢慢的在长大 长大以后 它需要一个更广阔的水域 看到中央台的时候 就仿佛见到了一条大江大河 我觉得应该到这儿来 1994年正月出发 30岁的朱军带着家中全部积蓄2000元钱来到北京 准备在中央电视台寻找机会 同其他来北京寻梦的人一样 成了北漂异族 到了北京之后找谁谁不在 找杨兰杨兰不在 找高利民高利民不在 我就在台里那个东门传达时 等 三天过去了 还是没有联系上任何人 此时朱军为自己的莽撞付出了代价 饿了就肯两个馒头 困了就是四元前一个铺位的地下室 接着又拖着行李到中央电视台传达室 继续等 就在快要绝望的时候 朱军看到了曾经建议他到央视看一看的杨兰 我说朱军你来北京了真太好了 我说住哪啊 他说现在不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吗 你看住哪合适啊 然后我也特别不敏感 我就觉得那燕京饭店挺近的 我说那挺好的 告别杨兰 朱军顺利的找到了高利民 简单商量好工作室以后 他前往燕京饭店寻找安身之所 我就傻乎乎的拎着我那箱子 就去了燕京饭店了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标准间一天多少钱啊 三百二 我这台都住几天呢 我说这个标准 我帮别人问他 拎着箱子就往外走 我就往外走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无数双眼睛 在后边盯着我看 丑极了 我就觉得真丢人 带着羞愧 朱军又回到了地下室 出到央视 他每天做的就是扫地 接电话 打盒饭一类的活 然而 就是在旁人看来艰苦的生活 在朱军眼里 却成了另一种快乐 因为我觉得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我觉得我在这儿可以学习 有那么多的老师 我甚至于偶尔在电梯里 还可以碰到赵忠祥 胆大的话 我还能跟他说两句话 每天打盒饭 我高高兴兴去打 然后那个擦桌子扫地 根本全我一个人的活 到栏目组后 朱军每天一大早就扎进办公室 晚上等组里人走完了 把办公室打扫一遍 关好门窗 才下班回地下室 勤快 单纯 好学 朱军很快得到了栏目组的认可 那真的是用心听的 因为每天策划会 就恨不得让自己的每一个寒毛孔都张开 去听他们策划 所以重要的环节 重要的点 那真叫深深地挤在心里 一次组里开节目策划会 朱军像往常一样 一边听 一边认真地做着笔记 当时孟兴就给我说 说朱军 你把咱们这些天策划的过程 结果 给邹主任汇报一下 我当时觉得 有点不太相信 我说您说是我吗 他说是你 我说那好 然后我就开始说 这个节目 基本设置 是怎么回事 人员构成 怎么回事 节目的走向 是什么 表达的主题 情感的诉求点 大概需要的经费 录制的时间 地点 等等 听完汇报 中心领导当即认可了节目策划案 而朱军在央视第一次出镜的机会 也悄然而知 并被告知 这期节目由他和许歌辉一起主持 我当时觉得我就像听错了一样 我说会不会错了 最后 等那个 梦兴走了以后 我就问他们边上的人 我说 真的是说让我主持吗 说是 我们东西南北中栏目呢 从这一期开始 又为您开辟了一个小栏目 就这样 朱军意外地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主持机会 凭着俊朗的外表 良好的表达能力 以及丰富的主持经验 节目录制非常顺利 这也更加坚定了他在央视打拼的信心 从繁华的都市到偏远的村子 之后 以台名为七彩欢歌的文艺晚会 让朱军有了正式落户央视 走向更高舞台的机会 2000年是朱军最忙的一年 那年 他除了主持东西南北中 同一首歌等常规节目 和一些大型直播晚会以外 还要负责一档新栏目的筹备 可就在他紧锣密鼓的进行栏目策划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家里的电话 母亲病危 我坐飞机飞回兰州 从机场直接去病房 然后24小时看护着我母亲 有一个星期我会在医院待一个星期 病房门都不出 你会觉得生命那么脆弱 你会觉得平常我们特别司空见惯的东西 比如说亲情 母爱 在那一刻 一瞬间就消失了 就没有了 我第二天就早晨的飞机我就要走 我就在病房里 按照中国人的大礼吧 我起来磕了几个头 我说我走了 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 因为那时候真的我心里明白 我可能下一次回来再见到的时候 就已经不失恋了 2000年12月16日 朱军正准备录制中纪委的一场晚会 突然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但他还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而此时离晚会开始已不到三个小时 临时更换主持人根本就来不及 但那天就是懂你 在那场晚会当中唱的时候 那真的是 唱的人 对我来讲的话叫四心裂肺 后来我就跑出去了 我就不听了 对一年前刚失去父亲的朱军来说 母亲的离去 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正因为如此 朱军对亲情 对生命 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和体会 也才有了艺术人生的节目主旨 用艺术点亮生命 用情感温暖人心 人间真情真好 我觉得真诚是会感染人的 你只有站在生命个体的角度 去认真的思考生命的时候 在节目的现场 才可能会碰撞出火花 对你可以把你妈妈看得更清楚点 我妈妈学习的 也许也就是因为 有了这种真情的付出 节目做出来 它让人觉得可信 2003年 朱军凭借在艺术人生的优秀表现 获得了国内电视主持界最高奖项 精华同奖 你所有的成果都要拿出去被展示的 被检阅的 好的就是好的 不好就是不好 你有没有用功 有没有努力 你自己的心理准备 准备了多少 这个准备包括我说的 当兵的生涯 你自己的经历 情感的积累 等等 都是在做准备 有的是有益的 有的就是在生活当中 无益的积累起来的 但有了 当需要的时候 你把它拿出来 它就是先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在这次全国政协会议上 徐佩东发出了呼吁 要从制度上加强对中小学生的美誉教育 特别是要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合唱的平台 这样才有助于打造他们的团队精神 朋友们都说生活中 徐佩东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 但是在创作中 他却从来不走寻常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正当学术界沉浸在中国文化 究竟是全盘西化 还是坚持中国化大讨论的时候 一种以西北传统文化为根基 高歌黄土情节的寻根文化出现了 由腾格尔演唱的 《我热恋的故乡》 不经意间 引领着中国流行音乐 进入了西北风时代 举作者徐佩东 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我这人的故乡 我当时起的歌才三十岁 他们以为我是五六十岁的人了 因为我在部队的这样的 跟同龄龄的青年地比 我的历练比他们要多 我接触生活的面要广 所以我的作品 相比较显得比较的沉闷一些 随着十五的月亮十六元 苦乐年华 不能这样活 命运不是陆路等作品的相继问世 徐佩东成了西北风的代表作曲家 西北风也席卷到了 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说我的创作 有一些后重的话 那我想部队是我最重要的积累 1970年 福州军区前锋歌舞团 到大连招收文艺兵 十六岁的徐佩东 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并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折 凭着吃苦耐劳和精明明巧 徐佩东急了干 入了党 还荣立了三等功 1976年 徐佩东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两年后 他学成归队 就交起了团里的业务大粮 1985年 徐佩东告别火热的军营生活 调入中国歌剧舞剧院 任作曲和指挥 我现在 尼克军队已经将近快三十两 但是我始终觉得我还是个兵 我在我最青春 最珍贵的时刻 这段时间 我是在部队里成长的 1989年 第十一届亚运会歌曲 经过两轮的创作录制和筛选 选取了包括同一首歌在内的十几首 但专家们仍觉得 缺少像手拉手那样 能广泛流传的歌曲 就在这时 当年春满徐佩东创作的一首吉他弹唱 引起了专家的兴趣 专家们邀请他给亚运会写歌 一直苦于没有机会 参与亚运歌曲创作的徐佩东 兴奋的接受了这一任务 但很快他就后悔了 像丽巴强的影子也好 像我这人的故乡也好 是我很多年就追求的一种音乐形态 我大概应该属于这种的音乐风格 突然要写一首 特别大众化的 特别简单的 而且旋律似乎是我们说的 比较全国粮票似的 可以通用的听不出来哪个地区 哪个民族 它就是一种大众语言 而这种语言说实话是非常难写的 此时 业界的个别专家也纷纷质疑徐佩东 认为一个搞流行音乐创作的大提琴手 绝不可能写出像手拉手那样筷子人口的作品 那个时候呢 我们对流行歌曲或者通俗歌曲的看法 比现在更要趋向于更保守一点吧 那就早觉得 你还是成麻油油吧 你拉你的大提琴吧 你写什么歌啊 而对徐佩东来说 这次创作如同一种冒险 如果不成功 他将前功尽弃 何况是在没有歌词的前提下 进行音乐创作 难度就更大了 极异曲谱后 徐佩东终于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既然是亚洲的 我就写一种人的感觉 尽可能写的更广 宽泛一些 因此语言就要极其的精烈 简洁 那么语言的精烈和简洁 那就是意味着 你在技术的运用上 没有多少选择余地 重复 是吧 转调 一味 也就这么点手段 一番艰苦的创作后 徐佩东终于完成了谱曲任务 便坠坠不安的 等待这首歌的命运 1990年元旦晚会 这首名为亚洲雄风的歌曲 首次播出后 迅速风靡全国 获得第11届亚运会歌曲 最受欢迎 最佳传播奖第一名 并位居当年十大金曲榜榜首 他是今晚自学成才的 他怎么就成为今天的徐佩东 这里面除了天分之外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要比别人 要少睡觉 少休息 少玩 去积累丰富自己 1998年 一个新的机会 又降临到徐佩东头上 电视剧《雍生王朝》剧组 找到他 希望他能为该剧 创作主题音乐和主题曲 这就意味着 徐佩东要寻找一种 既有历史厚重感 又要与时代接轨的 音乐创作风格 一厢不愿重复自我的徐佩东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 竟然想到了我们的国粹金句 有点金句的味道 但是我不能写金句 我是歌 所以一直在哼哼这个调 这个六度大跳 一句是这么唱 完了觉得挺怪的 那么再找 要是就把这种很怪的 变成很协调 顺的 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没想到 没想到 金句与现代音乐的结合 竟达到了完美的艺术境界 也让它既电视剧和平年代之后 再度捧得中国电视精英奖 及全国电视飞天奖音乐创作的两项大奖 主题曲 得民心者得天下 也同时获得最佳电视剧主题歌奖 和天下 看江山游水 来出彩 好像初次的舞台 听到第一声喝彩 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经过多少失败 经过多少等待 告诉自己要忍耐 就像歌曲掌声响起来所唱的那样 朱军和徐佩东的梦想终于照进了现实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怀揣永远奋进的心 挥舞不断追梦的翅膀 就会越飞越高 我们也期待着两位艺术家 为观众和听众带来更为精彩的节目 更为动听的旋律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冲击最权威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提 他发誓要给中药一个无可争议的国际身份 十年磨一剑 他和他的军团如何支撑起 从研发一个现代中药产品 到打造一个大健康产业的神话 三十一年的军旅生涯 面临去留的人生抉择 他将何去何从 一条九曲河 缘合让他深深眷恋 十八年的国际 他又赢得了怎样的辉煌 这辉煌背后 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艰辛 和平年代 下期拖出追梦的赤法 下期